這邊的同學叫黃佳安 他在我們的學校 其實他是很活潑的孩子 我的便當名稱叫做幸福食客 然後因為我們花蓮牛的質地是非常硬的 所以我們用手切肉的方式去做出我們的日式的可樂餅 我叫黃佳安 大腿骨折 雙腳Open 才放進骨折 我們這邊六個人 然後對面六個人來接 我們盡量縮短他出去的時間 黃佳安同學幼年上父 與阿姨阿公阿嬤同住 家境雖然辛苦 但他不像命令妥協 選讀上騰增加合作班 來改善家庭經濟 今天發生這樣的意外 確實讓人難過與不捨 佳安同學 佳安是一個乖巧又陽光的小孩 曾代表學校參加花蓮縣三野牛肉便當料理 創意競賽 創意競賽 榮獲第一名的佳績 在建建合作期間 擔任防務工作 也獲得領班主管的高度肯定 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不幸 全校師生也發起指賀祈福 及醫療募捐的活動 希望家安還有家屬 沒了大家的幫助之下 順利脫困 化險為益 為了讓家安 能有更好的醫療資源 及後續照護 敬請有意願捐助本案的善心人士 來電03-852-4947 僅代表家屬還有全校師生 感謝你